用150元這個價錢吃一個午餐,你可能會覺得好鬼鬼 但是如果我告訴你,用150元這個價錢是去酒店吃一個中午自助餐的話 你又可能會覺得好貴喔 今天就等馬家貓同大家一齊來到這一間的酒店 看一下這個價錢的自助餐究竟是吃點嗎? 今次的目的地就是來到西環的萬宜酒店 這一間酒店裡面的其中一間餐廳叫做Momo Cafe 都出了名的了,出了名夠便宜 這一間餐廳可以在OpenWise裡面訂位 經過這裡訂位還可以拿到中午自助餐七折這個優惠 中午自助餐由12點開始,一路給你吃到下午2點半 不過給多久你都沒用,有東西吃才有用 平日星期一至四,價錢認真實惠 七折之後就算再原價加一,埋單都是145元左右 這個價錢的自助餐,其實有東西吃已經很開心 你亦不會天真對它有期望 沒期望之下當然不會失望 我就抱住一個來吃一個高級大食會的心態 所以開開心心走 這個大食會拿東西吃的地方一眼看完 你會見到前面有兩張桌和廚房外面有少少的位置 鏡頭以外還有一個位置可以拿甜品 就是這樣 既然走兩步都已經走完 我們就看看海鮮和沙律巴有什麼吃 這裡一眼看完,就是有三個海鮮 大食會有這麼多鮮蝦給你,都算是這樣 但如果你真的想吃刺身壽司的東西 其實這裡都沒有 大食會沒有這些東西很正常 這個大食會最大的賣點就是沙律 只是拌好的沙律,這裡眼見面前都有六款 有些什麼粟米沙律,泡菜沙律,鴨胸沙律之類 同一張桌再看過一點,就會有些自製沙律的配料 有些什麼粟米、菜等,還有很多不同的醬汁 這裡的沙律,碟和碟中間擺放得保持著社交距離 所以很快就擺滿了整張桌 我現在正式宣布,這次大食會的第一張桌 正值由沙律和海鮮巴來佔據 大食會都有海鮮食,馬家貓當然不收拾 拿了一盆海鮮回來 味道方面,就吃多些蝦,蝦割了殼後肉質還是實 咬口也有蝦味和甜甜的 蝦又不吃得多,皮膚敏感,轉戰吃沙律 沙律方面,螢幕最上面就是鴨胸沙律 鴨胸混合黃椒、青椒、洋蔥 下面少少的就會見到一些粟米沙律,等於蟹子沙律走蟹子 海鮮沙律都吃完了,我們轉戰第二張桌 看看裡面有什麼熱盤食物 第二張桌一看下去,你會見到有薄餅 這兩個薄餅,無論樣和味道 和759特價時,很多人搶著買薄餅都差不多 再看看有什麼正食,這裡有淡淡肉的煙鴨胸 咬進口都幾juicy,旁邊還會見到有龍鯉魚 幸好它都不是給我們煉魚,煉魚在坑渠不知吃什麼大 再過一點就有咖喱雞,賣相看上去又不錯 之後這一道菜真是很有創意,就是洋蔥炒薯仔 原來兩樣東西可以這樣煮,等我在家都試試 之後又會見到這些菜心,旁邊過一點還有這些衣麵 看到來這裡,似乎都幾有家的感覺 有家的感覺,自然要加料 另轉身就會見到這裡可以斬叉燒、斬雞 在這個粉麵檔裡面,又被我發現到剛才海鮮巴裡的兩個朋友 青口和蜆仔,他們真是分身不下 這裡好像有些正食,有些燒西欄和燒豬扒 這些東西一定要拿回去試一試 熱食區來到這裡,都可以算是斬高一段落 見到有燒牛肉,當然是以話不說拿兩塊回去 一塊自己吃,一塊胃癡性麻家貓吃 但是看看,除了牛切得厚之外 為什麼有一塊黃色的東西這麼厚呢? 什麼來的呢? 難道這隻牛,幻想了各側層真身做? 都不要管那麼多,有得吃就吃了先 切去肉看看裡面是怎樣的 切一下切一下,看上去又沒什麼 硬一點,乾一點,咬入口粗一點 這塊就是我咬來咬去都咬不到的部分 我特意放大它拍照,留給法醫看看這隻牛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吃完牛之後突然見到有人排隊 馬家貓當然是走出去看看 原來廚師捧了一條大魚出來 這塊魚真的好滑很好吃 大就分得很細塊 但不要緊,我用我的拍攝手法 現在看上去是否夠大了 經歷過五餅二餘的神跡之後 我又拿了這一個咬喱雞回來 這一個咬喱雞就穩打穩摘,味道一點都沒有失手 但是吃這一個咬喱雞,我建議大家 像我這樣,去北湯的地方拿個碗這樣摘回來吃 比起裝在碟裡的咬喱雞,我覺得是好吃很多 平日上班那麼辛苦,當然要買斬料回去加菜 斬一塊叉燒回去,叉燒半肥瘦都可以 餐湯方面有兩款 一個中湯一個西湯 中湯就是蕃茄薯仔豬骨湯 西湯就是甘筍湯 如果你下次還見到這兩個湯的話 你還是喝甘筍湯 蕃茄薯仔湯就等於泥湯 看到這個畫面,你就知道負責管理這個大食會員工非常精明 你會見到這裡有自助的水 當你喝完水之後,就拿個杯出來泡 泡好水之後,我們又看看甜品究竟有什麼吃 拿甜品的地方就不算很大 但一眼看過去竟然有摸粉皮的雪糕 但是最引人入勝的地方 旁邊蓋著那個櫃,究竟放了什麼呢? 有什麼是不讓人吃的呢? 雪糕的味道方面絕對不少 總共有六種味道 還有我最喜歡的冰酒提紙 說明是甜品吧,又怎只得雪糕那麼簡單 拎著臉時,你會見到這些一粒粒的甜品 有大量的芝士蛋糕,抹茶蛋糕 和一些士多啤梨蛋糕 還有葡萄 但看樣子,應該全部都是買回來的那些款 甜品部竟然都有個蒸籠 蒸籠打開去,你會見到有個薑汁千層膏 酒樓整天賣小點的點心 當然不少得的,還是有山果 這裏的山果就認真受歡迎 我見到好多人一盤一盤地拿回位 山果我就留回家才吃 我在這裏就不斷堆上去的冰箏皮雪糕 最好吃最穩陣的甜品 你看看家貓不得多大多遠 螢幕左上角就是我最喜歡吃的冰酒提子 裡面有少少酒味之餘 還有一粒一粒的提子缸 除了這一種味外 還有士多啤梨、朱古力、雲尼娜那些傳統的口味 我都免費不禁多次 所以你見到我愈不愈大求 今日段大食會片就來到這裏了 你又留言告訴我,145元這個價錢 吃這一餐,你覺得抵還是不抵? 我也知道你訂閱了我們 但你可能還未按小鈴鐺 按小鈴鐺和Like這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要再見 拜拜